在中國人的傳統覺得是死亡一港的忌位 就覺得不應該提不應該去 墳場這些地方除了清餅重養的 就不應該進去 所以有些人都覺得我比較勇的 可以這樣說 BL在去年11月開始走入墳場 拍下不同的墳墓再放上網 寫下這些先人的故事 為了不讓保安認出 他決定不露面和要變聲受訪 他最近就有個說六七暴動遇難者的帖 提及因為在電台評擊暴動 而被人埋伏再用汽油彈炸死的林斌林兆波 這個帖的迴響非常之大 是否因為某些人的言論 而選在這個時候提起呢 六七暴動都是我們一段 香港來說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不一定是歷史的學生 香港人是有責任去認識這一段的歷史 所以我根本不會因為一些人的言論 而刻意去提起這段歷史 我當時是因為看了丁森炮的一本書 香港墳場研究 他介紹這個墳場 我就開始走進這個墳場 去看看這個墳場有什麼特色 我都會預先搜集資料 不過網上的資料始終極為有限 所以有時我都會隨緣 用隨緣的心態去找 我不定期的 有時可能會做一個星期聽的 又或者可能有時下課 心情好的可能會進來逛逛 我試過一次留在墳場 三至四個小時 最久了 如果有某些墳場 因為他們太壁了 那我可能要抱過他們 那我就會講清楚 這些是基本禮貌 那拍下墳墓在公諸於世 又是否不禮貌的行為呢 拍照其實不代表不尊重 是視乎你怎樣去處理文字 甚至乎是怎樣去處理照片 最重要的是 始終這些歷史是被人遺忘了 讓人可以記得它 可能是對它一些尊敬或者幫助你 半年來去過香港墳場 天主教墳場 波斯墳場 鑽石山墳場等等不同的墳場 BL就說自己未試過撞鬼 不過就試過撞到保安 我當然不會說我拍照 我是說我是來考察的 也有說過 今次甚至乎有一次說我 一天裏面 其中一個名人叫摩地爵士 大家知道摩地爵士 我都說我是來拜摩地 我那麼喜歡歷史 可能是因為小時候看過歷史書 當故事這樣聽 你會覺得是非常精彩的一件事 香港做這方面研究的人都不多 好 只有幾個研究 當然那份量是充足 網上的資料也不多 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補充更多的資料 令到更多人認識這些歷史 歷史就是歷史 任何人都不能改變歷史 而且是一個真相 真相發生了 我們就必須去承認 去吸收過去的錯誤 去改革自身 這樣我們人類才不會再犯錯誤 多謝 照片 快這盛 蘋果拿到全港唯一 世界盃官方攝影証 不夠快 怎樣調查 我落書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